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李磊声优课 你好呀 我是李磊 这是我们的第九堂课 那在之前两堂课里面呢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很专业的词 叫做三腔共鸣 没错 今天我们就来学 怎么打开你的三腔共鸣 先说三腔具体指的是哪些位置 来 看我的示范 胸腔 口腔和头腔 那么人体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音响系统 怎么样能让你的声音更好听呢 你可以想一下 一台好的音箱 它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音频震动非常好 那么对应在人体呢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音频震动频率找到 也就是说不同的音波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它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变化 你找到那个共鸣 就掌握了声音的秘密 好像那点听不懂 这怎么讲呢 你试想一下 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 你最喜欢唱歌 好多人会说 哎呀 我喜欢边洗澡边唱歌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发音好像比较轻松 而且声音会很好听 还有你会喜欢在防空洞里面 或者是水房里 走廊上 唱歌的时候 声音都显得穿透力很强 但是换一个场景 如果你现在置身于茫茫的大草原上 风吹草地陷流阳 你放声歌唱 会有什么感觉 声音散掉了 对不对 声音走不远 对不对 声音容易七零八落 而且自己听不见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就是空间带给声音的振动 不同的变化 所以会让你的声音 显得有不同的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三腔共鸣 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样能找到 最美妙的那个共鸣 所以这些 这堂课呢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示范 多做训练 我也会强化一些训练的细节和动作 慢慢的来体会 共鸣给声音带来的奇妙变化 我们之前讲过 呼吸对人声音的改变 那来先复习一下 发声的四个步骤 是什么呢 肺部呼出气流 声带震动发声 气流呢 是要通过共鸣枪 然后咬字发音 对吗 这四步大家都还记得 那么要记住 当我们的气流通过共鸣枪 是指哪个共鸣枪呢 没错 胸枪 口枪和头枪 那头枪共鸣 在一般人的说话中呢 是很少被使用到的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才会获得 但是三个枪体的共鸣呢 一旦打开 就像是你的人体 装了一个非常好的调音台 它会让你的声音 产生非常震撼的效果 但是三个枪体 对应的声音效果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从胸枪共鸣说起 胸枪共鸣一旦练习和获得 它会让你的声音 有什么变化呢 就是低沉柔和有磁性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人的声音 好像自带低音的号 MG搜那个低音 可能会有很多人生出来 说什么赵鹏 马长盛 穷英卓马等等啊 他们都是低音的代表 我在美的专业主义公众号里面呢 常常会发一些 跟声音有关的技术贴 就经常使用到 一些视频的片段 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老戏骨 叫做金世杰 他的一段朗读的台词片段 是我常常拿来做胸枪共鸣示范来用的 来大家看一下 他应该想着跟自己喜欢的人 白头捷牢的 去结婚 上手挺凶的 特别硬气的 憧憬的 好像赢了一样 你听了就会说 哎呀 我的声音一直有那个比较尖细 不够沉稳 在重大场合显得权威度不够 专业度不够 而且显得hold不住 那怎么办呢 怎么低下来呢 我们就说 怎么练胸枪共鸣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就是发出 哈的音 注意啊 发音的时候 要用比较低的声音 怎么发呢 有四个诀窍 我们一步一步来训练啊 第一 在发哈声的时候 不要恶吼 就是喉咙一定要放松 喉咙松 气息通 我反复讲过 而且喉咙松呢 会让你的声带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 这个时候能够控制气息 那么第二点 在发哈音的时候 声音不要过于响亮 要有浑厚感 你看 比如说什么叫响亮 哈 那么浑厚呢 哈 自己试一下 立即就会发现 当你用比较明亮的声音 和比较低沉的声音的时候 气息的流动和共鸣 是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现在试一下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当发哈音的时候 你要感觉气息从腹部发出 然后气流朝上 经过胸墙震动出来 等于说 哎呀 这个诀窍我都掌握了 但是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练 来说 第四步 具体怎么练习 发哈音的时候 你先伸出一只手 放在哪里呢 自己胸部的上方 按着这个地方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发出 哈 的声音 有没有觉得 这个胸部上方 有震动感 气息的震动感 如果找不到 你可以试验什么呢 从高到低 从明亮到浑厚 来 哈 从高到低啊 哈 从明亮到浑厚 这样来试一下 那么你手按在自己的这个胸部上方的时候 会感受到有一个区域 震动的特别厉害 包括我现在 我正说话的时候 我的胸部有一个部位 就震动的很厉害 这个就是属于你的胸腔共鸣的位置 记住这个位置啊 然后反复的练习 除了练哈的音 那么胸腔共鸣 还可以怎么样快速的做练习 我也总结了一些练习窍门 第一点 做单个字的练习 多发赏声 这个音 什么叫赏声呀 我们汉语有四个调嘛 那个有大拐弯的调 它就叫赏声 比如说 你好 都是这样的 你好 re都发 这些种调 这个就是赏声 我总结了一下 比如说 走 摆 你 注意 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手放在自己的胸部啊 你 你会感觉到胸腔里面在震动 好 摆 走 注意观察自己气息的震动 是否稳定和平衡 用它来练习 用它来练习胸肛门 第二点 多发开口比较大的音 我们之前讲过开口音和闭口音对吧 所以都去找那些含有原音啊的音 我总结了一些大家可以记哈 比如说 出家 暗淡 到达 到达 散漫 反叛 武汉 翻江倒海 你读这些词的时候 都可以察觉到自己胸腔里头气息的剧烈震动 那么这个胸腔的共鸣呢 它其实适合表达感情比较浓厚的词 就比较有情绪的词 比如说 你在朗读的时候 如果都是这种开口音 用胸腔共鸣来讲 宝玉出家了 你说每一个字的时候 这里的共鸣感都会非常强烈啊 久而久之 你的声音就会显示出词性来 第三步 练习胸腔共鸣 还可以做句子或者是段落的练习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古诗词 春小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为什么选这首 你看最后一个字 基本上都是赏声 而且其中呢 开口音比较多啊 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做胸腔训练的 它比较容易表达感情 那除了这些呢 第四步就是可以用唱歌来做训练 练习好声音呢 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 但是训练胸腔共鸣 是有一些特殊的歌曲的 比如慢速的 抒情的 然后情绪呢 比较饱满和深沉的 这些歌比较适合练习胸腔共鸣 我想起一首 就是蔡琪那个 你的眼神 想一阵夕 洒落我心底 注意啊 唱的时候 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观察共鸣的状态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自己不用努力的控制它 你的这个调音台 就已经打开了 好了 做完胸腔共鸣的练习 我们接下来讲 口腔共鸣 要有一个优美的声音啊 一定要气息贯通 那么口腔共鸣就非常的重要 那口腔共鸣呢 就是人体声音的扩大器 那么有了这个共鸣呢 你的声音就会明亮优美 上下贯通 你看它是从胸腔口腔到头腔 所以口腔是一个必经部分 这部分很重要 那谁的声音是口腔共鸣的典型代表呢 被称为配音女王的寄冠灵 来我们听一下 注意分析机贯林的声音 你就会发现 她的声音很优美啊 但是又明亮 而且比较清晰 但是她的声音呢 也有她自己的问题 就是她的变化度并不够丰富啊 但是她的口腔共鸣非常好 那么你可能会说 为什么我想表达的时候呢 这个口腔里面总是含糊不清 而且不能像机贯林一样 那么明亮 我总是觉得声音被闷住了 没有光彩 或者是啰啰嗦嗦的 那到底我跟机贯林相比 差在哪里呢 大部分人口腔共鸣不好的原因啊 主要有三个 那么头条啊 罪魁祸首 就是牙关颈 牙关颈会导致什么呢 就你的声音僵硬 然后不明亮 不清晰 没有光彩 那么第二点呢 是什么 叫做舌头僵 我们在讲口唇操的时候 专门让大家测试过 舌头僵会带来什么变化 比如首先你绕口里 就说不清楚啊 而且吐字归音的时候 容易不圆润 都在这里面有反应 第三条影响口腔共鸣的 就是气息太浅 那么导致你的说话呢 刚出口就掉下去了 走不远 不稳定 所以练习口腔共鸣 到底怎么做呢 除了之前基础功夫要做好 那今天呢 再给大家一些快速训练的诀窍 口腔共鸣 第一点先动作准备啊 要松喉咙 之前我们反复讲过松喉咙的 比如说发一个 哎 叹气的声音 但叹气呢 是从高到低 让自己的喉咙放松 还有发气泡音 发这个气泡音的时候呢 气泡的颗粒越清晰 那么感觉就越好啊 第二个闭练动作 叫做打牙关 刚才已经讲了 说牙关的颈啊 是影响口腔共鸣的 头号杀手 那么怎么办呢 尤其是女孩子啊 觉得自己的声音比较粗 好像女汉子一样 冷漠 僵硬 缺少变化 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 就是先让自己的牙关松开 松牙关的方法 我们之前讲过啊 比如说打哈欠 牙关的位置 在耳朵后面 这个凹陷的地方啊 你会感觉到 他有运动 那么比如说 咬苹果的动作啊 张大嘴咬苹果 所以要训练 让自己的牙关松开 你的声音才会有共鸣 那第三点呢 就是打开口腔 之前我们也讲过 要注意的是 打开口腔 不是把嘴张大 我们的这个口腔呢 是一个腔体嘛 你要想象 它的天花板的部分 就像是一个洞 煽动的橡壁 那这个时候 是要让这个洞呢 张开 而不是把嘴张大 所以张大嘴 不一定意味着 你的口腔打开了啊 我再强调一下 所以回去要反复的揣摩 把动作做标准 第四个动作 叫做刮舌 二十次 或者是二十秒 在口唇操里面 我们专门讲过这个动作啊 就是你的舌头呢 沿着上面天花板的位置啊 上额的部分 然后从软额 到硬额滑过去 然后抵在自己牙齿的背后啊 那么感觉到什么呢 就是整个舌头的根部要用力 然后开始成一个这样的弧线形出去啊 舌头的这个上面要笼起来 要鼓起来啊 所以这个时候会感觉到 你的牙关是有一点点酸胀感的 这里 那么反复训练之后 如果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娴熟了 牙关已经松开了 这种酸胀感就会消失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种 发音器官的硬件练习 还有一个表情练习很重要啊 就是提笑肌 再讲一遍 笑肌在什么位置 就女孩子或者男孩子 对着镜子微笑的时候 你脸上捧起的这个部分 就是笑肌 女孩子腮红一般会打在这个位置 那么提笑肌的动作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女生提笑肌之后呢 你的声音会显得甜美 比较有亲和力 那么男生呢 你的声音呢 会显得比较雌性 让人有信任感啊 同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在提笑肌的时候啊 要同时收紧嘴唇 这样能够提升声音的亮度 教大家一个口腔共鸣的 快速练习方法 叫做闭嘴打哈欠 你说这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呀 但是打哈欠不是张着嘴吗 没错 你注意一下啊 当我们打哈欠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感受 啊 你嘴角两边的肌肉啊 会提升起来 这个是不是有点提笑肌的感觉 同时呢 你的牙关会打开 你的口腔会打开 你的软额会抬起来 这三个重要的动作啊 就是口腔共鸣的最佳状态 那么为什么要闭嘴打哈欠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技术要点 第一个就是嘴巴尽量的闭合 第二个呢 就是面部的肌肉呀 要尽量放松 当你闭起嘴来打哈欠的时候 你感觉一下哈 我们做一次试验 有没有觉得有一股气息 从你的口腔里面朝上走啊 再试一次啊 闭嘴打哈欠 这个动作的训练要领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闭嘴打哈欠的时候 你要体会到啊 这个气息 从口腔这里 向上连接头腔 向下连接胸腔 上下气息贯通 那怎么样来做改善音色的练习呢 有人就说 哎呀 我的音色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可是这不是天生的吗 哎 通过正确的方法和坚持的训练啊 你的音色也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说在口腔共鸣这一块啊 我提醒大家 多做这几个孕母的练习啊 是什么样的孕母呢 为什么要做这几个孕母的练习呢 它们有什么特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发这几个音的时候 声音非常容易浑浊 它是关起来的 好 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第二次再这么试验的时候 你如果对着镜子看 会发现 发这三个音的时候 你的嘴唇很容易翘起来 对不对 那么嘴唇一旦翘起来 声音呢 就会显得不清晰 所以要让你的嘴唇和牙齿 尽量的贴在一起 这样鼻音的那种浑浊感呢 就会降低 你的声音就会明亮和清晰很多 哎 我也找到了一些我们常说的词 可以用来训练这个发音啊 注意在发这些音的时候 你的嘴唇不要翘起来 要消除鼻腔部的共鸣 让声音不那么沉闷 发什么音呢 比如说 呼啦啦 呼啦啦 如果嘴唇唱得很厉害 呼啦啦 声音就啄了 脏脏的 还有呢 呼通通 咕噜噜 昏沉沉 注意多发这样的音啊 找到自己的嘴唇和牙齿 贴紧的感觉 声音呢 就会明亮 那么 这个练习有什么句子 或者是段落 可以用来加强训练吗 有的 我们可以找一些诗词 比如说 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诗 代忘书的语相 就很适合 做这个口腔共鸣的训练 我找几句读给大家听 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语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多做这样的句子的训练 多读 而且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倒回去再听 反复的听 找到自己的问题 把那个浑浊的 不清晰的字词 重新来一遍 那么在专业歌手那里 如果做口腔共鸣的训练 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的 说人有两张嘴 你说这两张嘴在哪里呢 叫前后两张嘴 前面我们很清楚 后面在哪呢 他感觉在这个后脑勺 跟你的嘴唇对应的位置 还有一张嘴 就这个很难理解啊 在北方曲艺里面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叫做寒灯大鼓 我给大家看一段 你立即就能体会到 什么叫做前后两张嘴 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寒灯大鼓 很厉害吧 你会看到 当这个表演者呢 在表演的时候 他的嘴 前面这张嘴 是用来咬着这个灯的 那么声音从哪发出来 后面这张嘴 震动发出 这是训练口腔共鸣 特别快 但是也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那么专业的歌手啊 在做口腔共鸣 训练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动作 比如伸出一个手指头 然后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指 咬住 感觉声音呢 从哪里发出 就是后槽牙的位置 发出来 后槽牙的位置发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能感受到气息 在整个口腔里面的震动 它可以连接 你的头腔和胸腔 好 接下来我们讲 这堂课最难的这个部分 就是头腔共鸣 普通人意识 声中啊 都不一定能够体会到 头腔共鸣 究竟是什么感受 它会给声音带来 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声乐老师 他就说过 如果没有头腔共鸣 你的声音就是老的 就是苍老的老啊 而且声音中最明亮的 那个部分啊 就难以抵达观众的面前 所以头腔共鸣呢 就是穿透力特别强 而且声音很华丽 如果没有头腔共鸣 那你唱歌或者说话 你的声音就不可能永远年轻 所以这位声音老师说 谁掌握了头腔共鸣 谁就能唱一辈子 那谁唱了一辈子了 比如说帕瓦罗蒂 那么听了这个 你去对比 所有能够掌握头腔共鸣的人 他的声音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华丽 有穿透力 年轻 那你说 哎呦 好美妙啊 可是头腔共鸣 怎么练呢 我想让我的声音显得年轻 而且我想让我的声音非常有戏剧感 能一下子把人带入到画面中间去 好像置身于舞台中间 怎么练 我们接下来说重点 先说头腔共鸣 会带给人什么感觉 也就是当头腔发生共鸣的时候 已经是气息的最高点了 对不对 你看气息从腹部运动上来 经过胸腔 口腔 再抵达头腔 所以头腔共鸣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声音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 好像是从眉心发出来的 这里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当你唱高音的时候 你会有个什么动作 就是头会低下来 会感觉眉毛中心特别用力 好像有一个力量从这儿 咻飞出来 没错 这个就是头腔共鸣 那通常呢 你头腔共鸣的位置在哪里 你这个人身体声音的最高位置 就在哪里 所以有一些人的共鸣位置非常高 声音就穿透力更强 有一些人练不上去 共鸣位置比较低 所以声音在有一些高度上面 就上不去了 那么普通人怎么练习头腔共鸣呢 就我的气怎么能打通到这里呢 也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很有效的动作 叫做哼鸣音 这什么叫哼鸣音啊 就是你把嘴巴闭起来 然后发声母 嗡的音 有点像牛叫 大家先跟我试一次 现在就把嘴巴先闭起来 然后 从腹部把气息调动上来 然后发 嗡 发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嘴巴里面好痒痒 牙齿也在震动 这个气息会往脑门上冲 没错 这个就是 哼鸣音所带来的共鸣感觉 哼鸣音具体练习的时候 有四个动作要点 第一 吸气的状态 像打哈欠 先保持这种 闭嘴打哈欠的状态 第二呢 就是上下牙齿 要微微的分开 就在口腔里面 像一个欧的形状 你感觉一下 牙齿微微的分开 不要咬合在一起 第三 在哼鸣的时候 感觉到什么呢 这个声音的位置和走向 是从你鼻腔的后部 鼻子后面 往头顶上走 有这种气流往上冲的感觉 这个声音呢 不要太大 但是要尽量的延长 找这种延长感 坚持的久了 比如说坚持15秒以上 你的这个嘴唇里 就会有微微麻的感觉 就麻酥酥的 这是震动引起的 第四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哼鸣到一定的程度 你会感觉到 眉心和额头的骨骼 有震动感 这个震动感是对的 练习一段时间 这个强度加大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嘴唇里麻麻的感觉 已经减少了 但是震动感却越来越强了 这就说明你摸着诀窍了 这个时候 头腔的共鸣 正在一步一步提升 那有没有数据标准呢 如果你能够每天练三次 每次练这个哼鸣 超过三分钟以上 一般的坚持三到四个月 你的头腔共鸣就会完全打开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对不对 但跪在坚持 怎么样做头腔共鸣的快速练习呢 我来做个示范 比如说 平时随时随地都可以练的 就是把嘴闭起来 发嗯 这个声音 就有的时候你感觉你在接电话嘛 就是嗯 你找谁 嗯 你是谁 等他说了一段话之后 你说嗯 这是表态对不对 嗯 再来一遍啊 嗯 嗯 感觉到这个 口腔里面是不是有点微的麻 然后震动的气流朝上走 找这种感受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可以做阴姐的练习 你看过那个金剧演员吊嗓子吗 他会怎么样 咿咿咿咿咿咿咿 啊 有这种感觉啊 嘴巴尽量避起来 然后念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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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澡 用赏声来念啊 还有 啊 也用赏声来念 就阴姐是大拐弯啊 连续发这个声音 注意要点啊 就是当你在用这种方法 练习头枪共鸣的时候 你感觉气要朝上走 眉心这个地方是非常用力的 但是啊 注意一定要用时声 不要用虚声 我们之前讲过虚实声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要用气息振动声带 是要用自己比较明亮的这个声音 本质的这个声音来发音 这种方法来发音 所以才能够让头枪共鸣贯通 可能讲到这里呢 还是会有人一头雾水啊 说老师我其实还是没找到那个共鸣的点 这个头枪共鸣的确是有点难以体会的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平时呢 多注意观察 多注意跟自己的身体交流 我也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比如说通过一些歌曲来找自己头枪共鸣的点 什么歌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刘欢的歌 从头再来 好汉歌 凤凰鱼飞 包括帕尔罗蒂的这个我的太阳 你多练习唱啊 尤其是跟着原唱 一起来训练 声音呢 先从模仿开始慢慢的找头枪共鸣的感觉 第二个呢 怎么样来体会这个亨鸣感 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小朋友撒娇 因为我们家里有个小朋友嘛 两岁点多 他撒娇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嗯嗯嗯嗯嗯嗯 是吧 嗯嗯嗯嗯 他会这样 这个也是亨鸣声 但是撒娇发出的这个亨鸣声呢 其实是非常适合做头部训练的 为什么呢 你的肌肉是放松的 而且小孩子嘛 用的就是十声 那发音的位置就会比较高 所以可以尝试用这种声音 那还有一个亨鸣声 通常我们会在哪里看到的 就有没有看到武侠小说里头 就是一拳打的那个人 闷哼一声 这个闷哼 就是人在忍耐 在疼痛的时候 会发出的亨鸣声 嗯嗯 有这种感觉哈 那么这个时候 用这样的声音来训练 头腔共鸣 也是非常有效的 那我也提醒大家呢 平时多做一些 哼唱的训练 不是说你声音大的人 就能够唱高音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哎 有的人平时嗓门很大 但是真到KTV里面 去飙高音唱歌的时候 他就上不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哼鸣训练 才能够带给人的发音位置的改变 只有当你哼鸣的位置高 你人体发音的位置才会高 那这个时候 你的声音在唱高音的时候 才会毫不费力 而且有华丽感 所以平时呢 就多做哼唱训练 没事在那里哼哼唱唱 我想唱歌可不敢唱 小声哼哼 还得懂唱希望 比如这首歌 就 平时哼一哼 或者做一些比较慢的 舒缓的调子 感受到自己嘴唇里面的震动 这个都是做头部共鸣最重要的练习 那么这期节目的重点 是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就人体呢 相当于是一个音响系统 你会自带自己的调音台 那么如果能把你的调音台全部打开 你的声音就会非常的丰富 有变化 而且感染力很强 那调音台最重要来源于 哪三个部位呢 就是腔体 胸腔 口腔 和头腔 所以我们要学习三腔共鸣 咳咳匙 咳咳 瓶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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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